恶灵湖是中国青海省面积最大的淡水湖 它是中国第二大河黄河的源头 这是坐落在恶灵湖畔的错瓦嘎石泽多卡寺 它如同保护神一般守卫着恶灵湖 寺院里的喇嘛 时常会在恶灵湖畔诵经 并面向碧波万青的湖水 常跪于天地之间叩拜天地湖水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生活在恶灵湖畔的藏族同胞 也常常随着喇嘛 祭拜赐予人们生活源泉的恶灵湖 这种活动展示出黄河源头人民的古朴 善良和真诚 沙瓦嘎石泽多卡寺是藏传佛教寺院 尽管其规模不大 但为数可观的金塔 金帆和长长的马尼墙 同样显示着宗教的庄重肃穆与神圣 这是转经筒 经筒一般设于室内 筒内装有经书或经文 将经筒转一圈 也等于诵经一遍 措瓦嘎石泽多卡寺守护黄河源头的恶灵湖 人们到这里转塔 转经 给恶灵湖以祝福 给黄河以祝福 这祝福伴随着黄河的激流 在华夏大地 蜿蜒数千公里 演绎出绿色的原野和生活的歌声 虔诚的信仰 来源于真诚 质朴的心灵 将自然万物赋予神性 是藏民族传统观念之一 从特定的角度来讲 藏民族是一个更接近大自然和热爱大自然的民族 藏民族这种自然神观念 对于河源种地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 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对于河源种地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